到了小山 这里据说是阴风四起 秦武功来了之后 就展开了一个 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首先是个自己军队的 那些死的将士们收尸 收了尸 一个个埋起来 那个时候古代的坟墓 还不像现在 都打个石碑 使用木头树碑 搜木头 标示起来 然后集体建立一个战争纪念地 跟每一个将士都做好木 这个时候 山上山下 白帆飘飘 山上山下 哭声震震 这一哭 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 处理完了这些事情 遗土心中的快乐 怨气 秦武功走到高处 发表了他一次重要的演说 这个演说 后人加了一个题目 就叫做情事 情事是上书的最后一篇 是秦武功的最几招 这篇情事 一共是三百多字 三百多字里 表达了这样一个中心意思 责人事物难 唯受者彼如流 赤为奸灾 火性之忧 日月欲卖 若府云来 责人不难 责己难 责备人 你随便乱说 责人不难 责备自己很困难 而重见如流 是难上加难 就有人和你说了 不同的话 向你去说劝告 像流水般的 重见如流 这是难上加难 我心里忧愁的是什么呢 忧愁的是时光一去 不复返 我想改回 咱们想从头来 这可能吗 不可能 这个大错已经做就了 咱们就只能够 吸取教训 吸取深刻的教训 所以他说 从前呢 有贤人 引用古意教训我 或者劝导我 我总是拒绝他 现在呢 我要把这些 健全我的臣子们 都当做我的亲人 只有亲人 才说出最中肯的话 还必须牢记那些 黄发老人的忠言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少犯错误 甚至于不犯错误 说不犯错误